美国的大农场农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出了名的 采用的农场主经营模式 这让美国农业成了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典范 还有美国农民一人种地3000亩 一个美国农民产量150吨 能够养活200个人等层出不穷的说法 都说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好 那么中国为啥没有这种大农场呢 其实从美国农业发展现状中可以看出 大农场农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好几个必要的条件 除了农场主对土地拥有绝对的私有权之外 大农场的高效率也主要依靠高薪科技的应用 同时农民也要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这几点与美国的农业发展并不冲突 一方面美国农业的突出特点就是地广人稀 这给大规模农业和大农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美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 如今已经向自动化和智能农业的方向发展 再加上农场主和农民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 这些都有利于大农场的管理和发展 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人多地少的局面十分明显 在人均耕地面积本来就不多的情况下 还有66%的耕地分布在高原和山地丘陵地区 受地形影响 农业很难实现规模化生产和集中管理 除此之外 我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也远远不够 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机械化的成本比较高 普通的农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购买大量的农业机械 另一方面 目前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受教育水平也不算高 在操作农业机械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既然不能完全实现机械生产 大农场这条路很难走得通 那么到底什么农业模式才适合中国呢 事实上 相比美国的大农场模式 很多人认为反而是小型的家庭农场更适合中国 这是一种以家庭为主体 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共同从事规模化 集约化农业 农业商品化的农业经营模式 这样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几年国家一直在扶持家庭农场 其中就包括引导农村的土地流转 鼓励和支持农民承包土地 发展家庭农场之类的适度规模经营 在一些专家看来 家庭农场的出现不仅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还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 对此你怎么看 你觉得中国适合哪种农业模式呢 欢迎留言 我们讨论